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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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這個小偷一樣你要幹嘛 哇 這道具準備得很奇喔 我們等一下不是要去看金庫嗎 我們要去國立台灣博物館 哪有要看金庫 那邊現在叫做土地銀行 對 可是在當年日時期 它是日本區域銀行 台北支店 那裡面還有金庫 你知道在古今裡面的金庫尋寶 嘿嘿 刺激喔 我牌子這麼大 我看你是窮怕了齁 我怕不怕見難鑽啊 我兩個小孩啊 錢不怕怕小孩啊 那一定要走刺激的對不對 因為為了你這種肥肋 我們準備了一趟旅遊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來來來來要帶你來看刺激的 現在幫你折起來 來來來我手放下來 321就可以看到321 沒有 它真的西南骨頭 你有看過火的骨頭嗎 你有看過這麼大的骨頭嗎 不是啦 不是要去看金庫 它看著恐龍骨頭 你不知道現在這個也是寶藏呢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齁 如果你以為說要看金庫的話 要經過這一關齁 剛剛看你齁 想前想風了啦 就不要讓你等太久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去看金庫啦 來來來 我們終於來到了金庫 來來來來 你看一下這個鋼門 嗶嗶嗶嗶嗶 我們要找警察先生來博物館 請不要封殺我們 我們是有水準的歷史節目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這個鋼座的門 它是全鋼材打造的 你看裡面機關重重 從1933年我們說 當年這個日本券業銀行 台北資電 開始到現在 哇今天你有特權 可以來碰一下我們的歷史古蹟 你看你們這個機關重重 這個維護得很好欸 而且好厚有三層 看裡面應該是金銀財寶吧 走 我們留下來 一起來看 你看你 這裡就是土地銀行的金庫 裡面我們說 有土師有財 無田不成富 旁邊這邊就是 這是以前的金庫 這就是以前的金庫 以前會貼封條 那個封條 這個太好炸開了吧 長得像那個 大甲馬要繞進去 沿路都要貼的 這個就是木頭啊 所以如果人家以前知道金庫在哪 就燒一下就好了 聽到沒有 這就是當年的有價證券 真的欸 對我還看過那種債券 那種欠條啦債券啦有價證券 上面有寫什麼 番薯的啦 然後稻米的啦 那怎麼拿來抵押 喔 用番薯來抵押 金五元暫時報國再卻 對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用什麼 番薯啊 然後那個 米啊糖來抵押嗎 有價值了 不對 應該是輸太多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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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到大狗喔 嗯 春秋戰國時期實際就有講說齊國人是賭成峰 中國人真的是很愛賭博欸 搞不好比西方人還愛賭博 那他們到底賭什麼啊 以前有什麼好賭啊 據說啦 賭博是韓性發明的 嗯 那古代每個人賭的不一般 平民百姓大概比如賭賭骰子啊 嗯 比如說第三流啊 賭牌啦 對 那有錢人可能是玩那個 那種逛章啦 正所謂起手一支天 有天就沒辦法 下人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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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字幕我都聽不懂 而且你知道喔 古代還有一個賭神 嗯 說到賭神我只知道周潤發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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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都要吃巧克力嗎 好大喔 為了你的size哈 我跟你說 嗯 你知道 講到賭神齁 除了 除了18以外 中國古代你有個讀本 誰啊 宋朝就有了 真的啊 你要讀松文系的對不對 對啊 我讀松文系的啊 這本你認識什麼 誰 李星照 怎麼可能 許許 密密 冷冷 氣氣 氣 氣 殘 殘 殘 氣 氣 這首學生必備的宋詞 《聲聲曼》 除此中國第一才女李星照 她外型標誌才華洋溢 還記得這首詞嗎 《臉捲西風仍比黃花獸》 句句溫柔婉約 但你能想像李星照私底下 居然是一介賭徒 就像電影女主角 明明是正妹妹 但跳動的是愛賭層次 賭計驚人 李星照她精通20種賭博 《豆西帥》她嫌太比俗 玩象棋顯不出智慧 甚至還會嫌玩的人太少 她根本找不到對手 李星照號稱賭界東方不敗 還寫下三本書 在達馬途經得意洋洋地說 愚性喜搏 凡所謂搏者皆擔之昼夜 美望寢食 但生平誰多寡 未嘗不敬者何 金而已 白後文就是這麼說的 我這個人沒什麼興趣 天生就是要擲嬌 而且這四人擲嬌不會輸過 據傳李星照最擅長的是達馬 達馬很像大富翁 他就是紙骰子 然後點數往前進 然後會有一個終點 那你只要到那個終點你就贏了 那當然傳說中李星照賭性堅強 他說只要有賭 他可以查不思犯不想 不睡覺都沒有關係 那據說他逢賭必贏 達馬是由書譜演變而成 遊戲方式是紙骰刑期 誰先到達終點就能獲得勝利 李星照改良再發明 變成麻將的前身 他的訣竅就是兩個字 專心 那說專心其實說簡單也很簡單 說難也很難 但是一般賭博的人 很難在這種吵雜的環境中 不受情緒跟環境的影響 古今女史也說她是博家之主 意思就是說她是賭博的祖師爺 殺 西元1134年金人大主入侵 李星照跟著達官貴人一起討難 歷經兵荒馬亂 暫時安頓 李星照卻是拿出賭具 先賭一把再說 北宋已經王國跑到南方了 正所謂商女不吃王國恨 隔江遊唱後庭花 那個時候王國對他來講沒什麼 善盡家財他還是要賭 從李星照的賭影來看宋朝的好賭之風 就連觸局也能成為賭國工具 就像現在的足球 當時達官貴人還組隊 甚至還有俱樂部 觸局打得好不但能贏錢 還能博得官位 宋徽中有個尖程叫做高球高太位 就是因為觸局踢得很好 然後才會因此讓他擔任高官 我們三缺一夜 你也把他操成一掌 我們差點撕給你看 無見 誒 活了 算了 十三腰啊 官員工人打牌 民進以後馬將盛行 紫禁城後宮平飛 常常聚在一起摸個八圈 就連皇帝也帶頭打牌 翻開各朝代博弈史 人們愛獨成心 不管動物植物用具全用上 令人嘆為官子